6月28号开放陆客自由行了 这是昨天国台办方面的宣布 同时还有对台湾的八项优惠措施 那么现在呢像旅游业估计 好像差不多五天到八天的这种旅游行程 最受欢迎的应该每一个人呢 花十万块钱是跑不掉的 各行各业摩拳擦掌要来迎接算一算 恐怕一年有180亿的商机 台湾旅行社动起来 对岸接待社透过台湾 替客人带定饭店机票 全是为了6月28号陆客自由行 不过申请条件很严格 一年工资要50万台币 或是20万台币存款还要有信用卡 18岁学生要学生证和亲友保证书 未来一天开放500名陆客来台 趴趴操 预估有工作的陆客消费实力很惊人 我想平均一个人大概是 5万到10万块的花费吧 长工金字塔陆客消费族群 观光局和台旅会也抢先硬制 简体字版的台湾景点店 旨在对岸发送 大推台湾顶级医疗保健 还有参考价格让陆客不吃亏 就连婚纱也列入宣传重点 观光行程有 日月潭 清晋农场 澎湖双新食户都上榜 观光局还特地列出 十大甜蜜婚纱好景点 就连台湾部落农业生活 都是宣传重点 要把台湾美景集合一次销出去 某个旅行车道路已经排了五六千个人 所以这一天五百个来很顺畅的话 希望赶快大幅的增加 最好到一天三千个人 台湾业者希望人来越多越好 两岸航班也扩大 目前6月28号陆客自由行试点城市 由北京上海福建厦门 两岸航班从370班增加到558班 看似陆客有受贿 台湾部分7月1号也调降台胞证收费 原本是500元降价半价 新收费只要250元 期限依然是三个月 但是有400多万台湾人都能受贿 至于即将来台自由行的陆客 台湾观光业者也乐观预估 一年至少创造180亿商机 中天新闻流浪看电影方台北报导